在鳥人的村莊裡面 有一個神廟 在這邊我們就繼續解這個神廟 這個神廟叫做 Wind Mills 關卡就是Wind Mills 看到這邊有好多好多的風 在這邊 那有些風吹到的這個 機器就變藍色的 風沒有吹到的話 就會是 橘色的 跟這個遊戲的顏色都蠻相符的 如果你解開的關卡就是藍色的 還沒解開就是橘色的 那 希望能夠翻轉這些風 讓這個 讓每一個 這個 旋轉的機器都能夠吹到風 想想看 那邊有幾個沒有吹到風 就是 橘色的 那怎麼樣做呢 就是 你可以在這邊 這樣切到 你看這邊這樣 這兩個就吹到風了 那你就希望讓每一個東西都可以吹到風 結果就是你可以在這邊打一下 讓風往這邊吹 然後這個呢 這個讓它往這邊吹 然後這邊第二 這邊這個呢 讓它往 哼 這邊吹 這邊吹 然後這邊這個呢 讓它往這裡吹 那最後這邊這個呢 哇 這邊吹 那這邊吹 然後這邊吹 那邊吹 這邊吹 然後這邊吹 這邊吹 中間這個呢 還要再往旁邊吹 這樣 經過我們的轉向以後 每一個機器都能夠被風吹到 這樣 目的 結果 你想要達到的結果就是像這樣子 好 大家看好了嗎 那我在過關之前呢 在過關之前 你會發現這邊有一個樓梯可以走上去 在後面 有寶箱可以拿 這樣 那我來帶大家拿這個寶箱 就射箭射到這邊 然後就有風吹到這個機器以後 這個寶箱就可以拿了 這邊有個Ancient Core 所以要來這個地方拿 很重要 沒想到還有後面吧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在這附近有一個 在這附近有一個 又有一個 這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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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邊有一個 寶箱 這有寶石 那不曉得旁邊的洞有沒有寶箱 我上去看一下 你看 這邊有一個寶箱 這邊有一個劍 這樣 所以有三個寶箱不要錯過了 咦 這邊這邊還有一個寶箱 我們不去看一下 這上面並沒有寶箱 好 沒有寶箱 那我們就回去囉 有一個寶箱 注意你的體力 好 所以我們就到這個關卡的後面 有一個 秘密的房間 這邊拿到了寶箱以後 我們就回去 就可以解開這個關卡 請問一下 你嘗嘗 我們在這裏 就是 我們在這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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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這裏 我們在這裏 我們在這裏